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维 那今天我们介绍攻守和虚实 攻防转换这是战略中的常规操作 但是什么时候应该进攻 什么时候应该退守呢 在虚实篇里面孙子说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孙子说善于进攻的人 敌人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防守 善于防守的人敌人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进攻 孙子说我们进攻的时候 敌人无法抵御 因为我们进攻的是敌人兵力空虚的环节 我们撤退的时候 敌人也无法追击 是因为我们的行动迅速 敌人想追也追不上 在孙子看来 进攻和退守都是战术手段 战争并不是一味的进攻 善攻和善守都同样重要 这是攻守的辩证关系 其次关于虚与实 孙子说作战的形式 就像水的流动的规律一样 水流的规律是避开高处 而流向低处的 作战的形式是避开敌军有实力的地方 去攻击其虚弱的地方 水根据地势的高低决定其流向 作战也要根据敌人的虚实 来选择不同的自胜方法 水流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 作战没有一层不变的形式 孙子说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避时急需 攻其所不守 才是正确的战术选择 关于进攻和退守 虚和实 背后的指导原则又是什么呢 关键是七个字 自人而不自于人 这是孙子兵法里面非常核心的战略思想 这种思想几乎贯穿了整部孙子兵法 简单的说就是 始终要掌握战略的主动权 牵制敌人 而不被敌人牵制 不管是攻守还是虚实 都是为了掌握战略主动 孙子说 故善战者 自人而不自于人 能使敌人自治者 利之也 能使敌人不得治者 害之也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 总是能够调动敌人 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能够通过利益引诱 让敌人进入我方预定的战场 也能通过制造困难 让敌人不能到达他们预定的战场 攻防和虚实的选择 都是为了让敌人进入我们的节奏 达到自人而不自于人的目的 在地形片里面 孙子说 在第四险军的地方 我军应该抢先占领 地形的自高点 这样可以占据战略主动 等待敌人来犯 如果敌人已经率先占据了有力的地形 我军就应该主动撤退 千万不要进攻 进可攻 退可守 打不赢就跑 失去了主动权 就撤退 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在占据了战略主动之后 什么时候可以进攻呢 孙子的回答是 要等到绝对实力碾压的时机 什么是绝对实力碾压呢 孙子说 我专为一 敌分为十 是以十攻其一也 则我众敌寡 能以众其寡者 则伍之所以站走约也 意思是说 我军兵力集中一处 而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 这就可以用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去攻打 从而形成 我众敌寡的绝对优势 而在这个时候胜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我们通常认为战争应该是以寡敌众 以少胜多 出其自胜才好 但是孙子兵法恰在相反 战争大概率是实力的比拼 而各种战术的运用的目的 都是要围绕着这个核心的关键 就是要让战场出现绝对实力碾压的机会 这才是获胜的关键 不要奢望以少胜多 以寡敌众的奇迹出现 甚至 孙子兵法还告诉我们 在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定要逃跑 而不要盲目的应战 好了 今天我们介绍了进攻退守 虚和实的几个战术的辩证关系 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孙子对战争是非常客观和理性的 对自己和敌人都不抱任何幻想 战争大概率是实力的比拼 而要获得胜利就要形成绝对的实力优势 而为了获得这种优势 我们可以选择进攻和退守 也可以选择必时急需 这些都是战术的选择 这种思想对今天我们来说也很有启发 想要获得某个领域的成功 想要在竞争中胜出 不要指望投机取巧 专注于自己绝对实力的培养 才能做到后继勃发 让胜利变得自然而然